那我们去解脱道 解脱道的重点 就是我们必须要截断这个 这个截身相续 有截就是有烦恼 有夜和烦恼就是截了 截身相续 相续不断 轮回不断 所以说呢 我们要截断这个截身相续的 最重要的这个苦啊 一个是胜苦 一个是无取应的苦 那对这两个痛苦 你要必须努力地 引发我们的思惠 然后呢 生起这个非常好的处理心 也可以去除贪爱 因为好的处理心本身也就是 对峙了贪爱以后产生的 对不对 这个贪爱心熄灭不下去 处理心从哪里来 所以说 修处理心本身也是对峙了 相当一部分的 贪着事件的这些 夜袭 生老病死 这些 这些讲解呢 其实有些时候 对我们的触动并不是很大 现在的网络也比较发达 今天中午我吃饭的时候 我还打开网络 看了一下 就是中午有个报道说 有六个孩子 在玩溜冰的时候 溺水死亡 有看到有关于溜水死亡的 这些照片啊 还有一些 一般都是年轻人 女的男的都有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看这些照片 那就是直接的触动 还是有 那有些时候如果看到 测祸现场的话 那就更有触动 就是这种 死亡啊 就是这种 触动是很大的 那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很巧 我从老校区 骑车到新校区的时候 在门口 正好碰到学校里的一个员工 是一个会计 被骑车撞死 大概离我 就几十米的地方 撞完以后 正好我走过去 没有人围观 那个人就是 还没有完全死亡的时候 这很恐怖 就是那个 那个脑壳被撞裂了 这个脸都变形了 然后这个手指头还在动 剩下的地方都不会动 就是非常的 那个惨烈的 看这种死亡的时候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触动 是很大的 人呢 都是会想到 自己的 看到这个人类的死亡 就会想到自己也会死 就会有恐惧感 或者是 触动感 就是对我们身体这个 触离心呢 是 应该说是很有效的 每个人在过去一生中 都可能 无数次的这样的死亡 横死的情况 还是很多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 众生的横死 火灾呀 被火烧了 还是很可怜的 被水泥了 或者是战争 车祸呀 这样的 看到的这种死亡 触动我们的 处理心是很强烈的 我们当然要 多修这个处理心 修了处理心以后 然后再看到 这样的对劲的时候呢 就能够引发 我们那种 强烈的处理心 如果没有 修过处理心的人 看到这种现场的话 只能引发 他的恐惧心 还有那种自我保护心 其他的心就没有了 那修过处理心的人 看来就会生起处理心 就像太子一样 波脱的这个 西大多太子一样 看到生老病时 马上就践离人生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地位 对人生就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这就是过去是修过了 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处理心 我们转世过来也会这样 遇到这种生老病时 你马上就会想解脱生死 因为你看到死亡 你就会想到自己死的时候 不要多久 哪怕再过五十年 你六十年 甚至七十年八十年 终究要死 等你死的时候 很难说了 我们很难说能活多久 在座的 有些人可能只能活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 三十年都有可能 谁也保不定活多久 那人最多你就再活一百年了 其实一百年 转眼就过去了 当你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死神来了的时候 那你到哪里去 你何去何从呢 你现在你想想 那个时候很快就到了 你就想到自己死亡的时候 你再想想你现在要干什么 这个死亡就要现前的时候 你现在还有时间去想 就为谁赚钱 还有想到谁好谁坏 有什么意义吗 谁好谁坏 对你死后 去向何方 有什么关系吗 是吧 谁对你好 谁对你坏 都是没有用的 当你死的时候 这些都一点价值都没有 那你有多少钱 或者你曾经觉得谁很可怜呢 你需要帮助他 到时候 你死的时候 那你的生命价值又有什么用呢 那你的生命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 有些人啊 出力性没修够 你看到别人出家了 还会忧伤啊 哭泣啊 这都说明你的出力性没修好啊 看到别人出家了 你应该随喜啊 应该惭愧啊 咱们出家 潜心地修道去了 自己应该 加紧时间呢 我也希望呢 就是你们那个 要有很好的处理性啊 那有很好的处理性 你这次修了一点心啊 或者做了一点善事啊 听了一点法 转世过来 你又开始造业了 人生那些 所有的欲望又重新回来了啊 又重新开始都想要 那只要别人有的 我都要有 都是这样想 人生都是这样的啊 别人有的东西 我都想要有 别人结婚我也结婚 是吧 他也不想自己想不想要 别人生孩子 我也生孩子 别人生要房子 我也房子 别人有什么 我到底有什么 喜欢去跟别人竞争 跟别人竞争呢 觉得很快乐 特别是胜过别人的时候 就有一种快感 他不知道自己前面的死亡 在等待着他 前面就是悬崖啊 开车比赛一样的 猛开啊 看谁开得快 他忘记了前面是悬崖窍壁啊 是吧 前面就是悬崖嘛 肯定开到终点就是死亡了 是吧 你跟谁比呢 开得越快 死得越快 大家这个出离心啊 不去修啊 修行就会懈怠的 肯定会懈怠 修得修得就 就忙些 毫无意义的事情 觉得你们还是要去修那个 出离心的 施加心 人生难得 在你不想修行的时候 你就去看这个 想把人生难得 是吧 因果不惜死亡无常 生死无常啊 你不去观修 你怎么会精进啊 懈怠啊 要观无常啊 要观因果不虚啊 这都是好好的观 那如果这是个外家型啊 观好了 没有一个不想出家的 哪里有时间去考虑这些 那些事间八法呀 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呢 像那个 是刚提督的 其实他也不容易 他还有两个孩子 说实话 他去出家 肯定会遭到一些人的 这个看法 特别是那些传统文化的人 你这不负责任 是吧 孩子这么小 就出家了 你释迦摩尼佛的儿子 也是六岁 佛陀也是出家了 难道你也说 佛陀不负责任吗 那佛陀难道不负责任吗 他连老爸也不要了 王位都舍掉了 但是王位的话 对他父亲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他父亲希望 这个国家呀 让他能继承 但是他都舍掉 那孩子也小 他还是去出家了 出了家以后 成道了 回来度众生 儿子跟他也出家了 老婆是吧 还把他养大的姨母 就是搭一道 就求你了 别出家了 休息一度正果了 最后 哎呀 我也希望 你们真的发心出家的人 一定要有成就 否则的话就 有点可惜 我希望所有 我们这个道场的人 在家人我们就不好说了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办法 只要是出家人 必须的 要成就 这是成就是必须的 你没有理由不去成就 其实成就没那么难 你只要 有上师 叫一教奉行 放下自己的知见 痛下觉醒 没有不成就的 哪有不成就的 哪有那么难 难就难得 你不听话 老师叫你修什么 你不修 当你会懈怠的时候 你继续修这个处理心 勇猛地修几天 马上就会进进去 你慈悲心不够 你就好好地修菩提心 是吧 勇猛地修几个月 你的慈悲心也会升起来 但是很多人在这里几年了 那菩提心也没修出来 还是那个德行 还是听懂 很狭窄 让我思非 还是那么没有慈悲心 你都修什么了 你的菩提心修啥了 修什么了 特别是出家人 出家人 你不严格要求自己 甚至有时候 还不如一个居室 居室是 在这里修行的人 都很精进 出家人 你更应该精进 出家人 你要接受供养 你更应该精进 对 你要修安忍波罗蜜 安忍波罗蜜 修不了 你就好好地听 对吧 你把安忍波罗蜜的法 拿去听十遍 把这个 修行安忍的方法 一个一个写在纸上 一个一个去关系我 你这个安忍太差了 安忍波罗蜜还是太差 这些外面的对劲 都是考验你的 到场里有些对劲 刚好啊 是吧 你看你一见劲就身心 身边的修行还差了 你到外面去 你更不行了 你在师父的眼皮底下 对劲的时候 你都控制不住 那你到外面去 红滑的一身去 那对劲比这个强烈多了 对不对 你表现如何 师父也没看见 反正你也不敢跟师父说 只敢说好的 是吧 这个不好的都是隐瞒的 出家人 你自己哪里出了问题 你马上就要对劲了 是吧 不能过夜啊 夜是不能过的 那真正的要修得好的人 烦恼出生时的时候 就开始对劲 那还等到过夜 那真是 黄花菜都凉了 修行是不能等的 遇到问题 马上及时找出 各种对劲法来对劲他 插死他 烦恼觉得 随时都要插死他 插住他的喉咙 对待这个烦恼 觉得这样 鞭打呀 或是锤打他是没有用的 那就是恶皱他的咽喉 对待烦恼要这样 杀死他 就是这样 毫不留情 对待烦恼 非常果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